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9904万3千元 出售对象为全联实业 在五月底亭业的白木屋经过十多间买家询问下 8号确定用全台最大超市量饭通路龙头的全联 以7.92亿人卖下所有股权 胜出关键就是通路优势 考量除了他自己本身通路的优势 然后8号说在烘焙业 食品业 全联的表现都相当的优秀 全联随后也发表声明表示因为和食品业者合作开发面包 为进一步拓展面包销售市场 再加上秉持不开工厂的想法 因此购入白木屋的厂房设备供食品业者合作 全年他单店单日的平均业额大概32.8万 所以如果以后卖这种售价超过1000元的蛋糕 那每一年有许多的节庆 其实当然都可以去增加他的单日单店的平均业额 三顾茅庐请到诸葛亮 我不是三顾茅庐 我是整个人都比拼 曾经笑说自己比三顾茅庐还要拼 全年在董事长林敏雄的带领下 成为国内干货和生鲜龙头 这次大手笔卖下白木屋 下一步要挑战国内最大现烤烘焙通路 三年熟人许志崇 李某山张玉杰综合报导